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Ada 2024年開年 中國經濟依然低迷 面對毀美不振的房地產市場 中共有提出人家掛勾模式來應對 不過專家表示 那說明中共長期以來 採用人家不掛勾的反償模式 那實際上是獨裁專制 搜刮公民財富的模式 回顧2023年 雖然中共中央和地方 推出多輪房地產的救市政策 但是效果不顯著 2023年上市的房企市值百強 有接近九成市值縮水 市值超過人民幣1000億的上市房企 持續減少到7間 而這7間的市值也下跌 而且接近一半 全年市值跌幅平均在32%以上 中國房地產深陷困境 去年12月21日至22日 中共召開全國住樓城鄉建設工作會議 明確2024年的工作重點 在會議中宣稱 建立房地產發展新模式 建立人樓、地錢要素 聯動的新機制 也就是所謂的人地掛鉤模式 2024年1月10日 中共官方媒體廣泛報導 人地掛鉤模式 表示房地產大開發 已經成為歷史 要加快建立房地產人地掛鉤的模式 土地開發和樓市政策 應該緊貼圍繞人口變動情況展開 以人定樓、以樓定地 就事件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向本臺表示 中共現在突然人地掛鉤 非常荒唐 在正常社會 一定是人地掛鉤的 掛鉤是正常的 不掛鉤才是反常的 而這種反常現象 在中國已經存在了很久 謝田表示 在正常的國家 本來就應該是人地掛鉤的 首先一個國家需要有人 有了需求才會建屋 比方說美國 每天有人搬到這個地區 工作的人多了 房屋需求上升 發展商認為有市場之後 他們就會開發一些小區 來興建房屋 人地不掛鉤 是不正常的經濟現象 不應該發生的 但是中共以前為什麼搞人地不掛鉤呢? 就是因為中國的房屋 根本就不是用來住的 謝田說 中共根本就是不理人要不要房屋 他們先起了再說 去購市場需求 因為這是中共賺錢的目的 賺錢的方式 謝田指出 中國人地不掛鉤 實際上是一個獨裁專政 手掛公民財富的模式 旅美經濟學者李恒青表示 中共之前不說別人掛鉤 實際上是中共各級政府的利益掛鉤 因為地方政府的收入依賴土地財政 所以他們願意賣地 但是土地開發完之後 大量項目難尾賣不出去 上海東方財富證券投資諮詢有限公司 在2023年12月發表的 《2024年房地產市場折磨酒》的研究報告說 廣義和更廣義庫存總量一直處於高位 並且有攀升的趨勢 截至10月 廣義庫存 去化週期比2022年底增長7個半月 得到42.8個月 更廣義庫存 去化週期比2022年底增長8.9個月 得到51個半月 在賣樓週期越來越長的同時 中共政府還在不斷賣地 報告說 在新增供應土地 全部正常節奏開發的情況下 將會在2024年 形成10億5千萬平方米的商品流供應 李恆稱 現在中共重提別人掛勾這件事 就是代表他希望 能夠減少在沒有市場的地方投資 但是現在已經為時已晚 已經興建了這麼多 而且大家的剛性需求沒有了 因為人口下滑 所以中國房地產泡沫 必須破滅 已經沒有其他途徑 李恆稱表示 現在已經興建好的項目 這些樓 完全夠中國現在所有的人口居住 現在很多地方都出現了 像鬼城、鬼村、鬼鎮 大量的房屋積壓在那裡 為什麼在當初開發的時候 大家都一控而上呢 因為這些都是與政府合謀的 政府當時就能夠在土地當中 拿到整個開發的40%以上的錢 中共官方媒體在推人地掛勾模式的報告中說 人口是衡量居住需求的基本圍道 人口淨流出的中小城市 房地產庫存量較大 供應總體處於過剩狀態 而人口就向城市群都市圈聚集 一線城市和熱點二線城市 駐樓供應相對緊張 不過內地傳媒財新網報導 2023年12月 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 四個一線城市的租金價格 年減幅度是2.45% 並且是連續六個月出現年減 這個趨勢顯示 人口正在一線城市流向其他城市 李恒青表示 現在人口正在下降 已經是負增長 而且有一點 大量農民、農村戶口的人 受到許多限制 即使到城鎮去買了樓 也進不了戶口 口受不了當地居民的社會福利 但是中共到現在為止 都不願意開放戶口管制 還要將老百姓 僅僅鎖在它的戶口 戶籍所在地 1月9日 瑞銀投資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 黃濤提出警告 如果房地產不能穩定 下行更多 可能引起樓價更深度的調整 引發居民信心 進一步下跌 對穩經濟非常不利 謝田表示 黃濤的說話 其實在10年前就已經說過 但是一大批所謂的經濟學家 一直為中共保價護航 幫助中共欺騙中國百姓 有道民眾陷入房地產的陷阱 實際上現在就是經濟真相隱瞞 今年這個問題才會持重惡化 這是可以預期的 他覺得最後經濟一定要下滑70%至80%才可能見底 所以2024、2025年 苦日子還在後頭 李恒青認為 連帶著40多個產業 尤其和金融緊密聯繫在一起 中國現在在經濟的壓力 一方面是房地產 房地產曾經帶動整個中國經濟的30%以上 所以這麼大的一個群體突然就關火 而且關火所連帶的程度是非常深刻的 李恒青說中國4,000多間銀行 幾乎每一間都與地產或多或少都有聯繫 他們都想分一杯羹 現在所有的都處於一個巨大的風險當中 現在已經有很多地方的銀行 因為深度捲入房地產倒閉或正在倒閉中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自本台記者黃雲、阿樂的報導 今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